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安娜贝尔的第三部《回家》 影片一开场出现了招魂一礼的画面 灵媒师忧郁叔和冷淡姐拿走小妖精安娜贝尔之后 连夜开着车管架走 安娜贝尔意识到一旦进了这二位的灵异博物馆 再想出来就难了 于是在半路上猛的一发功 就把忧郁叔和冷淡姐的车给捣换坏了 而且坏的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经常闹鬼的公物 忧郁叔正在修车的时候 大鬼小鬼都出来看热闹 安娜贝尔再次发功 遥控一辆大卡车打算把忧郁叔直接送进公公 幸亏忧郁叔急领了 一个恶狗酷实就窜到了旁边 为了防止恶灵瞎折腾 两口子请来神父为安娜贝尔起伏 虽然这个房间不大 但屋子里摆满了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臭名捉住的邪屋 这帮玩意儿没一个人省楼灯了 随便拎出一位手上都有几百条人面 由于安娜贝尔过于的邪恶 夫妻俩把娃娃锁在了一个特制的玻璃柜 这些玻璃是从一个教堂拆过来 沾了不少上帝的仙气 一年后的一天早上 忧郁叔和冷淡姐的闺女小甜甜 边吃早餐边看报纸上的经文 报纸用很大的篇幅 对他爹妈降妖伏魔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这个小甜甜不仅继承了 爹妈阴阳眼的特意功能 而且这么多年的耳濡目然 多多少少也学会了点拼毛 因此他坚定的认为 这个世界上绝对有鬼 为了保险起见 小丫头把十字架放在了书包里 春花是小甜甜家的兼职保姆 平时的工作就是送小甜甜上下学 然后做做饭打扫到卫生产 忧郁叔和冷淡姐 因为有事要出门一天 因此把小甜甜交给了春花 小甜甜来到学校之后 发现已经去世的老校长的鬼魂 总是盯着她看 这样她觉得非常的闹心 春花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遇见了好朋友东梅 东梅在一年前出过一次车祸 当时是她开的车 车祸发生之后 东梅安然无恙 但她那位安全意识弹膊的老爸 由于没几安全带 直接飞出去下河西游 东梅为此非常的自责 她一直想找她老爸忏悔 可人鬼殊途不仅道远 而且还没有交通工具 她老爸既过不来她也去不了 当听说了忧郁叔和冷淡姐的事迹之后 东梅认为机会来了 她希望借助灵媒的力量 跟她死去的老爸见一面 家里开超市的栓柱 是个正处在躁动期的大男孩 她觊觎春花的美色已久 但始终不敢开口 而春花对于栓柱 也有不安分的想法 两人含情默默 但谁都不敢把这层窗户是捅破 在东梅的软磨硬炮之下 春花终于答应东梅 可以去家里替小甜甜体验过生日 东梅临走的时候 把春花的心思告诉了栓柱 由于自己爹妈的设计上了帽子 学校很多孩子都唯恐惹祸上身 平时跟小甜甜比较要好的同学 也都故意疏远了她 东梅来到小甜甜家之后 看到什么都觉得好奇 问了小甜甜关于很多怪力乱神的问题 趁着春花陪小甜甜出去划汗兵 东梅找到储藏式的钥匙 打开门溜了进去 屋里这帮坏蛋一看 作死小能手来了 一个个比过年还高兴 由于是外行 东梅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些恶灵过同 打招呼也没人搭理他 安娜贝尔一看机会来了 急忙给东梅发了个信号 心情迫切的东梅不知是计 急忙用钥匙打开了柜门 机不可视事不再来 安娜贝尔撕一下窜出去 由于蛋糕被烤糊了 春花只好叫了外卖 当他刚放下电话门铃就响了 春花打开门一看 发现一个小女孩站在门口 说要跟安娜贝尔一起玩 吃瓜的春花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他隐隐地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在跟小甜甜闲聊的时候 东梅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小甜甜说心诚则灵啊 不信邪可真不行 两人正聊着呢 东梅突然看到他老爸在窗口一晃不见 他急忙跑进屋去找 小甜甜推门一看 发现安娜贝尔正躺在椅子上 不怀好意地看着他 小甜甜走进屋 看到纸片上写了几个字 想我吗 这个时候随着一阵叮了光荡的声音 墙上的十字架突然掉了 而与此同时 一位身穿婚纱的女人从窗前一晃而过 小甜甜正愣神的功夫 这位大姐举起刀就破了关 要说小甜甜的十字架是真管用 加上小丫头还会几句驱魔的咒语 因此是有惊无险 那么忧郁书和冷淡结的储藏室里 到底有多少不干净的东西呢 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这么几样 除了安达贝尔之外 还有百度人地狱犬 血腥娘鬼武士 哭泣女人巴音盒哀悼者的手朵 坏猴子预言电视机和打字机等等 这些妖魔鬼怪 在大姐大安达贝尔的召唤下 一个个都开始出来嘚瑟 三位女士向观众介绍完 各个邪灵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之后 开始玩一种纸牌课集 游戏的规则是这样 首先翻一张牌 根据牌面上的图案 在纸盒子里摸出相对应的东西 三个人正玩着的时候 拴柱突然不请自来 想求爱情婚姻与家庭方面的问题 跟春花进行一次灵魂的碰撞 两人正尬聊的时候 送外卖的龙套哥出现 趁着春花回屋拿钱 龙套哥说脸皮厚吃个够 脸皮薄吃不着啊 你要是想跟春花闷着蜜 那必须得豁得出去 替小甜甜过完生日 三个人正聊天的时候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唱歌 他们跑到窗户前面身头一看 只见拴柱正在吉他弹唱 把春花激动的哮喘病都犯 猛的一伸头 当时就把双柱给吓尿 这哥们一看大师不好扭头就跑 当春花出门去车上拿烹雾剂的时候 发现双柱已经不见 东梅正打算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储藏室的钥匙 还在自己兜里 于是他又从后门溜进了小甜甜家 东梅走进储藏室 为了能跟老爸见一面 他把跟老爸的合影 放进了赖道者的手镯里 这个手镯非常的神奇 自钥匙把死去的人的照片放进去 就能见到那个人的鬼魂 果不其然啊 东梅老爸的鬼魂很快就出现了 不过这次见面并不愉快 他老爸显然对一年前的车祸 还耿耿于怀 拴住跑出去没多远 便藏在了小甜甜家的鸡窝里 为了保命 这哥们是一动都不敢动了 接下来这帮邪灵开始左摇了 被所在储藏室出不去了 东梅正在黑灯瞎火中 东张西望的时候 那台老式电视机亮了 这台电视机的神奇之处 在于可以预见你几秒钟之后要做的事 而且不幸的是 由于间隔时间短 当时人即便意识到 也没有能力去防范 为了收拾春花 恶灵们用扔硬币的方法 把他姐妹引诱到了一间屋里 哎呀 我算看出来 很多恐怖片里的手电筒 其实都是被这帮人给拍坏 这些硬币是亡魂给百度人的劳费 不给钱的话 百度人就不会再你进入兵间 哎呀 看来没钱连做鬼都难 折腾完春花 安大贝尔又开始吓我小甜甜了 不过奇怪的是 以这帮恶灵的能力 干掉这三位应该是很轻松的事 可折腾来折腾去 不管是春花东梅还是小甜甜 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 不过东梅在这个过程中 被恶灵给控制 春花由于过度的紧张 消喘病再次发作 小甜甜到外面的车上去拿公务剂 被守株带兔的地狱拳给盯上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拴柱从机窝里窜出来 把小甜甜给揪了 随后小甜甜和春花去找安大贝尔 打算把这个魔人的小眼睛锁进柜子里 可就在这个时候 被恶灵控制的东梅窜了出来 一个大嘴巴就被冲花给送入圈了 小甜甜一探 急忙打开了投影 荧幕上显示的正是 他爹妈给人驱魔的画面 你还别说 这招还真管用 为了阻止小甜甜 把安大贝尔锁进柜子里 恶灵们是无所不用提及 要说还得是小甜甜呢 在他爹妈常年的熏陶下 早就把那些驱魔的词 背的滚光烂熟 安大贝尔被锁进柜子里之后 其他恶灵也都消停 在安大贝尔这个红娘的撮合下 拴着和冲花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二天一早 忧郁叔和冷淡姐回到了家 那些曾经远离小甜甜的同学们 也都分着他来 为小甜甜庆祝了生日 曾经欺负过小甜甜的熊孩子 在姐姐都没得教育下 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冷淡姐说 我跟你爹地的鬼魂连一场 鉴于他死的比较窝囊 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那边特意给他安排了担间 吃喝拉撒睡都享受付出级的待遇 你爹地让你不要过于的子 他说这一切都是天意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人押紧 潜伏招魂和死记 最讲理的是数据 做人如果不守法 迟早嗝地见上帝